这是白雪公子 在一个小学的日子 黄色的满里道 白雪公子 不久黄色的生病 确实 国王在学的新皇后 他尝尝我 墨镜墨镜 才是世界上 最满里道 墨镜回答说 皇后也是世界上 最满里道了 有一天皇后要我 墨镜墨镜 才是世界上 最满里道了 墨镜墨镜 墨镜回答说 是白雪公子 是世界上 最满里道了 皇后奔强的生病 他们日月月 去刷死白雪公子 但日月月 不能吃那么多 他高斯 白雪公子 你快逃吧 他们越远越好 白雪公子 不值得要逃去哪 他就逃个小木屋 小木屋里面 这个七个小矮人 小矮人都非常喜欢 白雪公子 白雪公子就住了下来 有一天皇后要问 魔镜 魔镜 才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人 魔镜回答说 是白雪公子 世界上最美丽的 什么 白雪公子还活着 皇后非常的生气 他变成一个花心肠皇后 他打扮成一个老婆婆 他给白雪公子一颗毒品果 白雪公子吃了一口毒品酒 好像哭了笑了小矮人 都非常放心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英俊的丸子 看到美丽的白雪公子 冷不及 亲了白雪公子 白雪公子就醒了过来 来 王子 白雪公子 大家很高兴 他们就结婚了下来 要求清晰 幸福快乐乐乐乐乐 谢谢大家我请到了 來啦